時事焦點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美國星島中文電台電腦朋友 你們好 我是于飛 又來到時事觀察的時間 8月份大家可能還在放假 今集就和大家講一部中國電影 《徐增》的新片《逆行人生》 大概是今年暑假當期最有爭議的一部電影 我對徐增的認識是來自他監製和參演的 《我不是若神》 我雖然舉這部嚴肅的社會題材電影做例 但徐增演的有不少是喜劇 總之《我不是若神》 令我對徐增留下了深刻印象 說回新鮮熱辣的《逆行人生》這部電影 做今集節目之前我故意不看影評 我不想受網上兩極化的討論影響 反正我跟快遞哥外賣騎手的情況已經有好幾年 就說說我看了這部電影的觀感 徐增是《逆行人生》的導演 同時飾演男主角高智蕾 電影中的高智蕾是同製大學的高才生 45歲已經是公司的中層管理人 不過她加班加點熬到有糖尿病 就在她人到中年時被公司裁員 在房貸她爸爸中風入院 女兒要交學費的總總壓力下 高智蕾最終走去做外賣騎手 她太太在翹妮是由繁花的新子蕾飾演 但部戲的戲份主要落在徐增高智蕾身上 做外賣暫押的演員叫賈兵 她演過電視劇《狂飆》 另外外賣騎手《老溝》和《搶單王大黑》 都是《狂飆》的演員 《狂飆》是去年重要而且知名的電視劇 電影《逆行人生》的劇情 可以分為三個大段落 第一個大段落是高智蕾中產生活 因為被公司開除而面臨波折 這部份開場的辦公室環境 和城市上班族的生活節奏拍得很有實感 開場有一幕是高智蕾的太太翹妮起床煮早餐 她發現丈夫就趴在大廳的梳化上睡覺 翹妮與她老爺的對答反映 知道她當然也是昨晚加班加到半夜 一進門就趴在梳化睡覺 到吃早餐的時候 高智蕾都要準備有再上班 她一邊吃早餐一邊就幫自己打兒倒數 這個小節很搶眼 中年人工作壓力大小做運動 三高和糖尿病可想而知 有打針這個動作 就不需要再有對白交代 一切盡在不言中 而上班之後收到的是被開除的通知 作為小主管 高智蕾都沒想過是她自己 十一年服務累積的工資偏高 所以她成為公司要開刀的首選 這個情節無異反映當前中國內地很流行的年齡歧視現象 現在在中國內地 據聞38歲去找工 已經幾乎沒有人請 我的看法是 與其將它講成是職場上的年齡歧視 不如將它解讀為近幾年內部經濟下行的影響 內部經濟不好和消費下行令到餅小了 而每年又有大量新增的大學生進場 於是就出現職場年齡歧視的現象 如果是上一波 十幾十年前內部經濟擴張的階段 不少人三四十歲就因為做生意而穩救上岸 在那個階段職場年齡歧視 起碼即使存在都沒有成為一種現象 所以我覺得和大環境有關 高智蕾的處境也反映當前中國中產階層的脆弱性 很脆弱 尤其是靠上一代工拒讀書 靠讀大學令階級上流 剛剛好資格跨過中產門檻的那類人 都成為最近幾年內部經濟下行的脆弱階層 高智女失業之後 她寄了一千多份歷歷出去都沒有回音 最後她被迫選擇做外賣騎手 電影往後的大段情節就是快递幾十 相信那些情節會令不少人看到震撼 我因為近幾年都有關心同類題材的新聞訊息 尤其是已經讀過胡安煙的《我在北京送快递》 一切對我來說也不算太陌生 沒看過《我在北京送快递》的朋友 值得花兩小時時間看電影《逆行人生》 我一直都認為托起整個內需和電子商貿的快递 和外賣騎手的處境 應該有更多人知道 將一件網購的物件或食物送到買貨人手上 值得知道過程是怎樣的 《逆行人生》是拍最新近的情況 因此一部份情節是我在北京送快递也沒有 例如外賣騎手的工作手機apps 我看了也大開眼界 高智女做外賣騎手 第一件事就是在手機裝公司接單的軟件 軟件負責接單 同時有收餐、送餐的時限提醒 時限是由大數據推算出來的 是那個站或是那間公司一般而言的取餐和之後送餐的速度 電影這個情節拍得好有喋逼感和真實感 高智女穿街各項又找不到地址 到她找到地址跑著上樓梯拍了門後 才發現餐飲留在車上又要走回頭 那一連串快跑和走上樓梯的畫面 配的就是那個手機apps軟件的AI人聲不斷說 你已經超時你已經超時 那段戲拍得很好,很有喋逼感 第一個大段落 主要就是怕高智女如何失落和失敗 第二大段是她面對爸爸中風 要手術費和醫療費 而房屋又面臨供不起房貸的壓力 詳情大家想像到我就不再數下去 總之是高智女的起心肝決定攻堅黑欄 不再做包美的騎手 高智女始終是個大學生 懂得寫軟件 她不斷搜集道路資料 幫自己編了一個路路通 她果然因此在牌位上升了 不用再接最難送的垃圾單 高智女開始可以找到過萬元的月薪 不過仍然不夠供樓 她太太俏理要重新教打鼓之餘 還去肉粥店做事 在一次送外賣時 高智女看到太太和人收腳鋸 總之第二大段的情節 是一家人合力面對問題 努力解決問題 不過在這個正能量的機料上 導演沒有把它變成心靈雞湯 我留意到以下這個情節 高智女中風不良於行的爸爸 最初是很抗拒 辛苦供她讀完大學的兒子 要淪落到她做外賣 不過有一天 兒子微天光就出門上班時 她對高智女說了正面打氣的說話 而且讓她看一張照片 是她年輕時在廣州打工打拼的照片 她以過來人昔日的自己 為今天的兒子打氣 不過這個情節 我看完整部電影之後 覺得可以有不同的解讀 高智女的爸爸在改革開放初期 是靠辛苦打拼 對兒子公書教學 令她透過讀大學 晉身中產 完成階級流動向上流的過程 不過諷刺的是 到高智女人到中年時 在資本家以二十多歲的人 換走四十多歲的人的壓榨下 階級上流的高智女 重新輪迴到要靠打拼去賺工資的勞工階層 還要和改革開放初期 她爸爸當年的拼搏碟影重疊 我不認為這筆這個細節是簡單的 勵志的心靈雞湯 我從中反而讀到 階級流動的脆弱性 很脆弱 一種社會的不安 而她現在是供過女兒 讀國際學校 她的女兒將來如果讀過大學 又是否可以順利完成階級流動向上流呢 這是我看完整部電影的疑問 最後我想說說 是我認為電影最有深度的 最後第三大段的情節 第三大段 我只是說騎手大黑那段情節 第三段的情節發展 是高智女靠自己做的露露通 成為了排在前列的外賣騎手 她公開了露露通的軟件 和站內的同事分享共用 令大家都更暢順地送贈 也令到她的站表現好過其他站 不過問題來了 她們再快也快不過叫做大黑的跑丹王 劇情發展是有兩三個人要求大黑 你不要去得那麼盡不要走得那麼快 要不然就跟大家分享她的秘訣 大黑三年來都是跑丹王 她有一本筆記 專門記下村街各項的要決 大黑不讓她去看 有兩三個人就打起來 這段情節飾演大黑的演員叫馮兵 演得非常好 她為何要搶單 和同事打架時為何會情緒崩潰 我今集就沒時間做劇透 也賣個關子讓大家去看那部電影 支持那部電影 今集集中講大數據的問題 我在上面講過 公司和站頭會有個手機軟件 被同事下載到手機上面 軟件會不斷發出時間提醒 以便不斷對送餐的時間施壓 而那個限時是用大數據推算出來的要求 大黑三年來的拼搏 是將速度數據不斷推高 亦令到送餐的合理時間不斷壓縮 令到同事休息不夠 而超時太長是要扣錢的 所以同事要求她不要走得那麼快 去得那麼盡 又或者是分享秘訣 聽到朋友 我認為這個情節很深刻 一家公司用大家送餐時間的大數據 推算出一個電子化的管理系統 表面看起來很科學 其實反映的是大數據應用 非人性化的改變 由大數據和電子系統製造出來的管理系統 最終會將壓力轉嫁回到個別人身上 造成人與人之間的矛盾 例如大家希望大黑不要走得那麼快 是不想公司因此拉高要求 整個情節呈現的是被困在手機程式推算法裡面 武器頭的外賣騎手的生存狀態 我認為更深層的解讀 是持有資本的那一方 就是商家和老闆 以大數據進行非人性化的剝削式管理 將對跑單的基層勞工拿乾拿盡 6元一張單 時間和人力強度再壓縮 表示勞工要進一步去勞損自己 和增加路上安全風險去壯大公司的盈利 我認為《逆向人生》是一部有深度的電影 剛才提到《大黑》那段情節就是一個例子 《逆向人生》不是一部簡單的 講高字女個人命運的電影 也不只是反映快递業實況的寫實電影那麼簡單 電影帶出了很多本質的思考 例如資本主義的剝削存在在當前的中國 而在殘酷的競爭和剝削之下 階級流動上流相當脆弱 節目結束前總結 我在之前的節目已經說過 中國快递業是電子商貿可以成功的根本 從事快递和外賣業的人數以幾千萬計 他們是在保險保障很低的情況下去做拼搏 2021年1月湖北仙徒就為一個40多歲的外賣員去小區送餐時 和讓他進去的保安員發生衝突 最後被保安打死 電影《逆行人生》有幾個高鐵穿行城市的鏡頭 高鐵是拉直線地走的 而快递外賣是在大街小巷 曲径小區穿穿插插地去送餐 兩者構成強烈的對比 而認識中國國情 可以拉直線去認識 也可以穿穿插插 曲曲折折的認識 聽完介紹 大家有沒有興趣去找《逆行人生》這部電影來看看呢? 好了,今集節目先講到這裡 我是余飛,下次見,拜拜!